设计像我如果用Dreamer开发的话 它可以预览 可是像我们这样开发有时候一跑 它变成你如果全萤幕好像就没办法看到模拟器 所以模拟器有时候好像小一点比较好 而且它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进去 所以以后开发工具如果最好是执行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结果 或者是说可以马上看到结果 会对开发有正面的帮 不过我发现它这个没有办法做到这样 那直接点底下可以Show 其实还蛮方便的 就像说我上个礼拜跟各位讲 我高速公路的Google Play上面 这个范例其实我在想说 是不是也可以把它改成 像我自己的 怎么没看到 高速公路在这里 跑到太上面了 一个礼拜的话就已经 跳到上面来了 本来在下面 为什么 好像是不是应该同学 评分的越来越多 有七个五分 我看到现在总共还是五分 OK 不过 目前有评分的只有七个 好像有点少 如果没有下载的同学 其实这边也可以改版 我在想说会不会北中南 干脆 搂三个图好了 就上面是Greenview 下面点击 也可以跳那个 也是OK的啦 只是说有时候那个介面要怎么布局才是最好 没有标准答案 所以要try啦 我可能将来也许就多做几个吧 反正怎么样才会知道 把它demo一下 也许我以后把我的翻译干脆 全部都load到那个Google Play 请自行 这样感觉也怪怪的啦 只是说我至少让各位知道说 你Google Play上面可以放一点东西 是真的可以做一点事情 越做会越多 有点像种树一样 会越种越多 OK 至少这些事情 我本来是想说北中南 有没有还想说用那个麻将那个当成三张图 北中南刚刚好 有没有那个麻将的图也可以放上去 只是会被人家误会 我这是不是在打麻将的游戏 所以就算了 不过有同学说北中南这个字会跑掉 可能他的手机 那是不是可以把上面的button改成image button 那speed呢也许 反正这个东西介面的部分 就是这些基本元件在那边兜来兜去 所以请各位可以试试看 就是多了解 好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 第一个就是说 那个我们的这里面 最重要应该就是 这个padding可能要加一下 padding我是增加的是 两个dp 让它兼去 这个padding就是兼去 就是蓝跟蓝之间 那image view的话 这个是image view 里面的话大概 我就让它宽度 设为跟它parent 就是跟那个layout一样宽 高度的话呢 warp content 那什么叫warp content 应该顾名思义吧 warp就是让它自动去判断说 它那个高度多少 所以平板跟那个什么手机 它就会自动去warp 自动去折行 自动去取得它的应该有的高度 warp content OK 应该了解这个一把 所以属性部分的话 你只要自己再去设定一下就OK了 然后呢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source就指的是预设那张图 所以请各位一样 请你自行在resource这里面 增加一个资料夹 drobo 这个drobo里面的话 请你把也是六张范例档的图 把它丢进来 丢进来之后的话呢 在这个resource里面 这个image view里面 src它的source里面 去读取一下 特别是点击旁边 它会跳color 当然我们不是要color 我们是要project里面的drobo 那因为呢 你有自行增加了一个drobo资料夹 所以呢 你会发现 它会自动帮你把这六张图 揉进来 也就是说呢 你把那个六张图丢进来的同时 它会自己在r这个大r里面 这个类别里面帮你登记 会有六张的图 就会有六个id 六个id呢 都是整数 而且是16进位的整数 应该前面都讲过了 只是要让各位了解一下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选取第一张就可以了 我就选了第一张 好 那就显示出来 第二个的话特别注意 上个礼拜同学 问到的就是说呢 Scale Type 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它里面呢 有这么多种 其实你可以大概 比较常用的大概就是什么 Fist Center 或者Center Center就是自中 要不然就怎么样 柴检 最下面这个柴检 上个礼拜有同学 而且他自己找到答案 表示很棒 因为上个礼拜好像就是 那个有一个错误 但是我不晓得 可能我是整个把它贴上去 但是好像少了一行还是什么 那同学还蛮认真的 就自己去找答案 终于找到了 而且还把它贴到LINE里面 应该有印象吧 OK 那这东西就这样了 有的时候我放在云端上 可能会 不是刻意故意让你们少一行 或多一行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 我这边环境跟你们环境会稍微一点点不一样 那就是那么一行 就整个不一样 所以很多同学一贴上 奇怪 老师R不见了 后来才发现 原来是 但是好像有那个在SRING 智串 那个SRING里面 好像少一行 不过那同学还蛮认真的 他把那一行找到了 把那一行改正确了 R就恢复正常 所以特别之后 这个有点像连锁效应的 你那个R会不见 请你找一下前面的东西 哪里 包含就是你涂胆 还有这个 是不是这个 我印象中 它是VALUE里面的这个SRING SRING里面好像这个SETTING 是不是还是什么 我搞不清楚 反正他就少一个东西 他就不WORK了 不过这样好像有点不太合理 他还不告诉你说 这边少一个 OK 所以这个地方 提供了个参考 这有时候说真的 我是没有遇到 不过你们可能遇到的话 大概会有这种状况 接下来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去让那个 VALUE可以WALK 里面的话包含就是说呢 我要怎么样 可以让它执行起来 各位可以看到 当我点击它的时候 它要必须 把这张图显示在下面 大概就很简单的一个需求 所以第一个的话呢 一样 不外乎宣告 宣告什么 两个物件 VALUE跟Image VALUE 就两个 所以这里面有文字 全部都只有图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连结 也就连结这两个 我想应该固定的吧 所以以后你要做方式都一样 第三个呢 就是建立一个事件 什么事件 当你在 VALUE上面呢 怎么样 click的时候 然后点击其中一个 它会自动抓到 点了哪一个 并且把那一张图呢 你点的位置 是第几个的那张图呢 显示在下方 所以这个流程应该可以理解 只是说要怎么做 那特别注意哦 如果说你今天 你要把这个地方显示 这几张说图的话 这个比较麻烦 这一题最难的地方 就是说前面那个Spinner 各位还有印象吗 Spinner有一个Adapter Adapter有没有 还有没有印象 一个连接器 这个连接器要用MVC 有没有 比如说我们要变换 它里面的文字颜色 然后要丢给它 一些相关的文字 必须要建一个Adapter连接器 那在那个Greview里面 也有类似的状态 它也需要一个Adapter 不过在Spinner里面的Adapter是文字 可是在Greview里面 是需要一个什么 图方面的Adapter 也就是说 这个Adapter有点像是怎么样 有点像我今天要给你六个 那这六个小说图 我必须要先缩小一张 一个我要先做一个样板 有点像我今天生产线 我要生产六个这东西 我要先建一个模组 这个模的话每个都长一样 那我在一个一个一个输出 每一个都长一模一样 所以我要先Adapter有点像是 我今天建个模 然后跑六次 几个就跑几次 有点像一个应该怎么讲 有点像一个生产线吧 生产什么 生产这个小说图的意思 那要怎么做 特别注意了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程式的部分呢 就在这里宣告 有没有Image View Greview 那顶多就是多宣告一个什么呢 这个Image的ID S 这个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我的图 放在这边 那我将来呢 要怎么去找到这个图的位置 特别注意哦 这个也是惯用的 请你用那个R里面的什么ID 所以呢 在大R里面的话 会自动帮你登记 这六张图的 有点像身份字号 它一定是16进位的整数 所以我就建立一个什么呢 INT的一个阵列 名称叫做Image IDS 那以后要怎么去抓到它 刮狐0 就抓第一个 刮狐1抓到第二个 刮狐2抓到第三个 意思类推 总共的话呢 就有几张图 你可以读出来 总共有六张图 那宣告连结 再来事件 这个地方有个事件 再去利用set Image Resource 把这张图读出来 抓到它的position 它的位置 那至于呢 我要怎么样 把那个什么 把这些小说图 放到greview里面去 在这个动作 我需要产生一个adapter 这个adapter 比较麻烦 等一下再来讲 这个adapter呢 必须要产生一个叫 这个叫Base Adapter 它叫Base Adapter 这个东西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提到那个image view里面的那个 像是缩放的大小 尤其最重要的是那个scale type 这个scale type 如果说你将来呢 要做一些缩放的话 里面 蛮多种的 请各位试试看 尤其比较常用 像上个礼拜 同学问到说 老师我希望 那个 我框框这么大 那我的图呢 自动帮我填满到全部的话 那记得就是说 你要用一个叫 那个crop center 那一个 就是它会自动帮你裁剪 放到里面去 就刚刚好 它不会留白边 可是如果你是什么fix 前面是fix xy fix什么 那那个部分 就会留白边 它不会说 帮你做一个那个 全萤幕的说法 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呢